农村小哥剪石头 网友发来两块石头啊 这个表皮看起来都是很黄的 看外表的话 它比较光滑 这边这一块 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也属于草花玛脑石 只是它里面的花纹比较细小啊 然后这边这一块的话 没看出来它属于哪一类 你说黄蜡石嘛 它不现 虽然说是黄色的啊 但是不一定黄色的 就是黄蜡石的 打灯 它没有透光 这个也是没有透光 它这种实际的话 它有点像泥石的感觉 它的肉线很细 但是它就是不透光 好 我们给它切开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一块吧 来那位 刚才一倒下去 没什么瞬间啊 哇塞 它里面也是黄黄的啊 然后它有力 但是像这种 给它做珠子还是可以的 看起来有点像泥石的感觉哦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块啊 来那位 刚才一倒下去 没什么瞬间啊 哇塞 这一块也是很黄 然后它里面也是有泥啊 这两个石头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 它基本上都差不多 颜色接近 就是这个肉质的话 这边这一块看起来比较纯净一点 然后这边这一块的话 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麻麻的感觉啊 但是这种做珠子的话 肯定还是可以的 做出来就像泥石的感觉啊 好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的话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 这一块儿就像泥石的感觉